赵丽颖挡选肥天事后 这一夜路人观众惊叹 粉丝狂欢 原来圆脸的女演员不仅能演好剧 更能坐上事后宝座 三次陪跑白玉兰 一举拿下国内最高级别电视剧大奖 大部分观众都为小赵的蜕变感到欣慰 她毫无准备地迎接这一场盛宴 反复哽咽更是让屏幕前的观众都忍不住感动 从此八十五花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有人拿奖必然有人落选 当获奖者引起一阵沸腾时 部分网友还是不禁为其他实力派演员感到惋惜 带着人世间的樱桃未被提名 而被公认的实力派琉璃 五月陪跑等 漫长的季节中的范围 终究还是与三大主流奖项擦肩而过 甚至连提名都没有 某位演员惊叹人世间的樱桃没有入围 樱桃直接点赞加评论 看得出确实有些一难评 而樱桃这番高调回应 导致此事瞬间冲上热搜 同时这位演员的陪跑也上了热搜词条 琉璃无面之王 琉璃好可惜 再次陪跑却依旧在镜头中大方体面 不过这次飞天奖琉璃虽然颗粒无收 却已经证明了观众对演员的认可 与奖项无关 其实大家对于老戏谷陪跑最大的质疑 在于00后女演员李更西的提名 不过也有人持反面意见 不给年轻演员 那每年都给老戏谷就行了 是的 对于像飞天 华顶 锦英 白玉兰这种含金量极高的奖项 每届就那么一个势地 事后最终奖项花落谁家都会有一难平吧 那么那曾数度陪跑的优秀演员们 遗憾过后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 诚如曾三度陪跑白玉兰的赵丽颖 今日不也闪闪发光了吗 樱桃 满贯事后 遗憾陪跑之作 人世间 相比雷佳音凭借人世间获得今年的飞天势地 同样出色的女主角樱桃 却连入围都没有 斩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次次再度拿奖似乎难上加难 但两年前 他曾凭借在人世间中的精彩表现 摘得精英时候也是事实 尤其是这部当年的开年大戏确实水准极高 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演员的创作都属于顶级 这或许也是他如今未被提名 引发轩染大波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年轻小花里更新 此次提名靠的是漫长的季节 该剧虽也算神剧 但剧中它的表现力范围 情号 琉璃还是有差距的 陪跑去年第28届白玉兰奖评选时 他就惜败县委大院的吴越 说回樱桃 近些年演技也是受到观众的大力追捧 他还是为数不多的大满观事后 先后摘得过飞天 锦英 白玉兰等最佳女演员奖 此次措施飞天提名 也有网友发出期待 希望其刚刚收官的小夫妻和凡人哥 可以在明年拿奖做一补偿 吴越 吼急勃发 遗憾陪跑之作扫黑风暴 而说到吴越 50岁才拿到白玉兰试后 也是一把心酸泪 有人甚至专门总结了 他出道多年的陪跑经历 确实是一出一难评大戏 但怎么说呢 他最终后继勃发 于2017年因我的前半生翻红后 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不过这期间 最让人觉得无法理解的是 2022年的扫黑风暴 吴越意外错失精英事后桂冠 这一年竞争格外激烈 除了他之外 樱桃的人世间 热衣扎的山海情 周迅的功勋 眼泥的庄态等 都是各剧特色的年度大戏 果然 樱桃凭借郑娟一角 顺利摘得金银奖 最佳女主角殊荣 完成自己的三军事后的收官之旅 但没人能忘记 在扫黑风暴中 吴越用精湛的演技刻画出了 为了儿子铤而走险的黑警 贺云一角 他细腻的演技 动情的诠释 展示了一个溺爱儿子母亲的形象 恋人动容 久久不能遗忘 也因此 吴越近些年成为了品质剧的保障 喜悦不断 繁华薄冰等作品中 都留下了经典的荧幕形象 赵丽颖三次错失 遗憾陪跑之作 知否 此次斩获肥天事后的赵丽颖 曾也是陪跑团成员之一 作为目前八十五花中 风头最盛的一位 他野心不小 从最初的草根逆袭 到凭偶像闲侠剧出圈 再到转型演证剧 如今又将触角神像大荧幕 赵丽颖锋芒毕露下 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前行 他曾凭借花千古 顺利摘得精英奖事后桂冠 却在冲击当年的白玉兰奖时 意外吸败孙丽的米月转 到了2019年 一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大爆 赵丽颖再度被白玉兰奖提名 但当年却又一次陪跑 输给了带着正央门下 小女人的奖文力 当时此事同样引发热烈探讨 不过当时观众的目光 更多集中在另一位提名者姚辰身上 毕竟当时他也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童年热播的都挺好 也是大爆款 赵丽颖第三次重击白玉兰 就是去年的风吹半下 却输给了吴月也算情历之中 直至如今 他凭借此剧摘得飞天奖事后 登台时难言激动弹泪水中也有遗憾 毕竟赵丽颖三度入围白玉兰 但始终未能如愿获奖 也因此没有达成事后大满贯荣誉 目前只有五位女演员获得了这一荣誉 他们分别是蒋文力 孙力 萨日娜 樱桃和妍妮 琉璃 十年陪跑 遗憾陪跑之作 父母爱情之否 而这次被外界热议的琉璃陪跑 也确实令人觉得一难平 因为这并不是她第一次陪跑了 早在2014年 琉璃便凭借父母爱情 被提名当年的金银奖观众最喜欢的女演员奖 和孙力 辣妈正传 高圆圆 咱们结婚吧 私情高娃 大宅们 已久一二等 其余11位女演员竞争 但没想到的是 最终四位获奖者中没有琉璃 他们分别是老有所依 刘涛 喇妈正传孙力 花木兰 传奇侯梦瑶 和新属王维维 到了2019年 琉璃凭借在知否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中的精彩表现 又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但最终输给了大江大河中的童瑶 两年后 他因在《觉醒年代》中 饰演李大钊的妻子一角 分别被白玉兰奖和华顶奖 提名为最佳女配和最佳女演员 却均为获奖 如今有因父辈的荣耀 虽在奖项上颗粒无收 却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对于演员来说 与大奖只差一步之遥 总会展现一瞬间的失望 尤其是直播开奖 观众总喜欢看到所有人那一刻的表情 也是因为赞好的演员 情绪的瞬间翻涌是掩盖不住的 而《琉璃》那一晚真的让我看到了老戏骨的格局 当赵丽颖的名字响起 她直接看向了赵丽颖这边 戏上眉梢 并举起手准备为其喝彩 鼓掌 听到赵丽颖获奖 最都要咧到太阳穴 50岁了 代表作和演技都备受认可 却偏偏得不到奖项的加持 琉璃不失望吗 从公布获奖名单前 对各位提名女演员介绍时的镜头来看 琉璃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终究没那么幸运的结果 她苦笑了一下 与其他小花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知道自己不会被鲜柄砸中 可看到深度合作过的青年演员得偿所愿 她还是会由衷为其高兴 活动过后 她是这么说的 见证他们的成长令我无比幸福 最好的时候就在当下 昨晚我是最幸福的人 姚晨运气欠佳 遗憾陪跑之作都挺好 姚晨作为其实后实力派女演员 塑造的景点角色也不少 而她的获奖经历却没那么顺利 2010年 她因潜伏摘得当年的精英奖最佳女主角奖 之后的获奖录就显得有点坎坷了 5年后 姚晨凭借离婚律师 获得第21届白玉兰奖事后提名 在那届竞争同样呈现白热化状态 严厉的一谱二主 佟丽娅的平凡的世界 还有牛厉的老农民都呼声颇高 而最终摘得事后贵官的是出演了红高亮的周迅 但最让姚晨一难评的作品 还是令自己口碑 热度双翻红的都挺好 2019年 她凭借在此剧中的精彩表现 再度获得了白玉兰奖的提名 其实姚晨能出演苏明玉这个角色也是偶然 据说剧方最初选定的演员是刘涛 但却被后者拒绝 理由是不想再演重复的人设了 她才顺利简陋成功 却将一个爹不疼妈不爱的清醒都市女性 诠释得淋漓尽致 十分令人共情 无独有偶 尼大红也是凭此剧获得白玉兰最佳男主的 男配角国金飞都得奖了 但姚晨的获奖运气却少了一些 最终搞西败奖文力的正阳门下小女人 当时此奖也引发巨大的争议 不少粉丝为她鸣不平 姚晨本人尽管在颁奖现场略显尴尬 也有人认为她将不服气都写在了脸上 但随后却在社交平台自黑 得奖运一如既往的烂 那之后 她将更多精力放到了大荧幕上 主演的《送我上清云》也曾被华顶奖提名印后 不过临门一脚仍是错失 最后一句奖项有限 演艺圈如此多的演员 不可能每个有实力的都能如愿以偿拿到大奖 演员如果真有实力 就算不拿奖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真正的好演员也不会因为一个奖项破防 反而为优秀的同行感到骄傲